好,來看提要E34 是談這個Vesal方程式的通解 Vesal方程式是這樣的一個定義 就是一個兩次微分的方程式 它那個規則性的排列 後面有一個就是有x平方乘第一項 x乘第二項 然後後面那個是x平方 減掉nu的平方乘第三項 那這裡面有一個叫做 nu的參數一定要大於 大於等於0才可以 好,這個部分 這邊是要討論它的通解 它的通解的推導是有點麻煩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推看看 那就是從4Minutes的解法開始出發 先找到R值 然後找係數之間的關係 後面這句話說找到係數之間的關係 然後它的通解有某種程度的避回 避回的那個規律性 那利用它的規律性就可以整理出一個特定的 一個函數 就是Vesal函數 然後這也是一個定義 就Vesal函數的通解到底是什麼呢 Vesal函數的通解是 希望乘上第一種類型的Vesal函數 再加上西度乘上第二種類型的Vesal函數 它的J數跟這個問題裡面的參數Nu有關係 這個完整的念法是NuJ的第一種類型的Vesal函數J 加上NuJ的第二種類型的Vesal函數Y 然後這邊是提到說 如果你要想知道特定點上的 因為這個X是變數啦 你如果想知道特定點上的函數值的話 你可以查一些數學使用手冊 或是現在很多套裝軟體也可以用 然後以前他們在做這方面研究工作的人 他們都是拿數學使用手冊來翻 那數學使用手冊 如果他把很多點都算 X是變數嘛 那X要畫成幾千點幾萬點的話 那數學使用手冊排起來就非常非常龐大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圖書館看一下 這種書在圖書館還蠻常見的 然後這邊有提到Vesal方程式的解題過程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我們可以用4Minutes的解法求它的答案 那4Minutes的解法是把答案的形態 假設成這個樣子 就是A0乘上XR四方加A1乘上XR加E四方 加後面的點點點 然後帶到原來的方程式 這是原來的方程式 有微分兩次的 要面對兩次微分的Y 要面對一次微分的Y 還要面對這個不微分的Y 然後做一點微分跟整理 這邊就是做了一點微分跟整理 把微分整理一下 同類項放在同一行上 同類項放同一行 然後因為他們的XR四方R加E四方 這個是互為線性獨立的 它既然是互為線性獨立 如果他們的相加是0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它的係數為0 這也是一個定理 那就把第一項的 就R四方向的係數合併一下 然後R加E四方係數也找到 R加二次方的也找到 找到之後 再來做一點整理 那我們在算R值的時候 通常都是從第一個方程式出來的 這邊的第一個方程式 我們看到的A0是不能等於0的 這是forminus的解法所要求的 既然A0不能等於0 那就只要R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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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的R值 戴到剛剛那些 係數為0的方程式之後 我們要做一點討論 知道說A1是0 A3是0 A5是0 然後A2跟A0的關係 也可以找得到 這邊所說的 然後 還可以繼續找A4跟A0的關係 這邊找到了 A4跟A0的關係也找到了 然後 做一點組合 組合的過程當中 把這個Y寫成A0 提出來之後的這個寫法 底下有提到說 A0可以有一種 特殊的選擇方式 就是2的N四方 乘上N的階層去導數 這個選擇方式 就剛好會形成一個 Basal函數 就是 這樣的A0的選擇 會讓你的答案 就是剛好是Basal函數 第一種類型的Basal函數 這個就是第一種類型的Basal函數 所以我們就把 第一種類型的Basal函數的由來介紹了 因為他解Basal equation的時候 其實Basal先生 他在研究這個類型的問題的答案的時候 他做了很多種 做了很深入的探討 然後他這樣的選法 他有一些意義 其實他有一些意義的 好 然後我們 還可以再繼續往前做 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特徵跟 是-new的時候的討論 那狀況是類似的 因為 在某些狀況下 j-new跟j-new是線性獨立的 所以這個表示方式是沒有錯的 但是 如果 這個new非整數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表示它 前面是談到new是整數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寫成 希望j-new加上c-2-負-new 如果你的new不是整數的話 另外一個獨立的答案 y應該是 比較不好推導的另外一個樣子 那他的答案就要寫成 c-1乘上newj的第一種類型的 ベース元素j 加上c-2乘上newj的第二種類型的 ベース元素j 那 其實底下這個可以取代上面這個 好 好 這個問題我們就討論到這邊 好 來看一下 vessel微分方程式的解析 這個vessel方程式 它的解題方式 是要用4minutes的解法來解它 所以我們令 我們的答案型態是 a0乘上x-R次方 加上a1乘上x-R加1次方 加上a2乘上x-R加2次方 加上a3乘上x-R加3次方 加上a4乘上x-R加4次方 然後a5乘上x-R加5次方 好 好 然後帶回原來方程式 好 帶回原來方程式 第一項是x平方 要乘上y的兩次微分 好 兩次微分的狀況就是 r乘上x-R-1乘上a0 再乘上x-R-2次方 好 下一項的微分就是 r加1乘上r乘上a1 再乘上x-R-1次方 好 再下一項的話是 r加2乘上r加1 再乘上a2 再乘上x-R次方 下一項的話是 r加3乘上r加2 再乘上a3 再乘上x-R加1次方 下一項的話就是 r加4乘上r加3 再乘上a4 再乘上x-R加2次方 好 先算到這邊 點點點 表示後面還有很多項 好 第二項的話是 x乘上y的一次微分 所以是r乘上a0 乘上x-R-1次方 加上r加1回到前面來 乘上a1 乘上x-R次方 加上r加2回到前面來 乘上a2 再乘上x-R加1次方 然後r加3 乘上a3 再乘上x-R加2次方 再加上r加4 乘上a4 再乘上x-R加3次方 好 最後一項的話是 x平方 減掉n的平方 n是一個大於0的參數 好 再乘上y y就是a0 乘上x-R次方 加上a1 乘上x-R加1次方 加上a3 乘上x-R加2 a2 先寫r加2次方 好 然後a3乘上x-R加3次方 再加上a4乘上x-R加4次方 加1 加4 好 然後 做同類相合併的整理 好 那以這個x平方的後面每一項的話 它的話 就是r乘上r-1 乘上a0 乘上x的r次方 好,下以上的話就是R加2乘上R加1 再乘上A2 再乘上X的R加2次方 好,然後是R加3乘上R加2 再乘上A3 再乘上X的R加3次方 好,R加4乘上R加3 乘上A4再乘上X的R加4次方 好,然后第二项的话 X乘后面有每一项 所以是R乘上A0乘上X的R次方 加上R加1乘上A1 乘上X的R加1次方 好,R加2乘上A2乘上X的R加2次方 好,这个的话就是R加3乘上A3 再乘上X的R加3次方 这个的话就是R加4乘上A4 再乘上X的R加4次方 好,然后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的X乘上X乘后面每一项 所以它是A0乘上X的R加2次方 加上A1乘上A1乘上X的R加3次方 好,再加上A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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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X的R次方 负的乘上A1乘上A2乘上A3乘上A4乘上A3乘上A3乘上X的R加3次方 負等u平方乘上a4 再乘上x的r加4次方 很多很多 等于0